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选手节目对青少年影响弊大于你 正方为保禄陆世书院 主辩李东晴同学 第一副辩苏雅童同学 第二副辩邓熙文同学 结辩黄佩仪同学 反方学校为华英中学 主辩张其千同学 第一副辩马时心同学 第二副辩沈家营同学 结辩杨允琦同学 今天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岭南大学辩论队员袁子余先生 大家早上 马锦铭慈善基金马前岁起纪念中学辩论队教练梁汉章先生 大家好 早上 大家好 早上 早上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及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辩完成发言之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的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正方一副接触发言 等反方二副发言完成之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及台下发问环节之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的一叮提示 叮 够钟就有两叮提示 叮叮 超时15秒就会连叮几下 叮叮叮 详细赛规已发布给各个参赛同学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对双方有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先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讲后语 详细赛规已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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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评判、再续各位 选受节目主要是由导师或观众进行选拔 最后选出选出者 以观众为选拟选拟认识的 需要观众的支持进行投票 才可以出道组成限定团 选秀节目能够令素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成命 提回变题中的青少年 根据世卫定义是指10至19岁的群体 由于思想未成熟 处于建立人生价值观的重要阶段 价值观而受影响 共和方今天衡量变题的准则 是与选秀节目对青少年价值观影响 审视变题 第一 贯书物质主义 选秀节目的定位是帮助青少年追梦 代表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 但主要有以成名机会 或者丰富奖金等物质条件招来选手 例如韩国选秀伟大的诞生 冠军会获得3亿韩元奖金 而美国大人秀的冠军 更有1000万美元的奖金 塑造了参加选秀就可以获得名利 获得名利就等于追梦的思想 理工大学中学生发展研究指出 青少年要正面成长 需要注重培养分辨是非能力 若物质成为判变是非的唯一标准 青少年看待事物的道德标准就会变得单一 从而忽视精神文化上的追求 该报告调查指出 3成的学生认为赚钱比其他事情更加重要 2成的学生认为拥有金钱就等于拥有一切 正正反映了青少年重视物质 以其作为衡量事物好坏的标准 忽略其他重要的价值观 而选秀塑造了名利至上的风气 正正对青少年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 令青少年变得更加物质 第二 森验投机取巧风气 选秀节目的本质是需要谋利的娱乐节目 所以选秀必须迎合观众的需要 思考节目的桌头、话题道等的因素 将镜头放在具关注的选秀身上 又或者是制造一些具争议性的场面 例如中国有嘻哈的黄临海 虽然他在70强早早被淘汰 但因为人气高所以仍然在节目中穿插的不同环节 占用节目时长 便想拿其他选手镜头因此减少 由此引起热义为节目提供话题 故选手不以选手的实力作为主要内容输出 而是以制造话题吸引更多观众收看 加上以出头、话题、人气去出名的选手越来越多 例如创造型2019的选手何乐乐 他与同名的角色包装自己 形象与漫画角色相同 最合憑着这些包装的形象成功出道 正因这些成功的先例越来越多 所以参加者和观众 皆会受到包装、人气、话题才是成功的主要因素 根据上海海洋大学调查显示 2013年中国的选手节目较少 都只有五成人认为实力才是选手节目中选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到了2017年选手节目增多 大量的选手节目以话题 和选手吸引观众投票 湖北工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术 再次进行调查 已经跌到只有三成 人间比例、风格、背后社会关系 成为了最重要的因素 可见青少年受到选手节目的影响 认为实力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因而在意如何投机取考 失去脚踏实地的正确心态 青少年认为选手的最重要成功因素 已经不再是实力 若不是因为反问有方同学 若不是因为选手 渗染投机取考的风气 为什么青少年对选手成功的看法 会变得这么多? 多谢各位 接下来有请反方主编张奇迁同学 你有四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听不听得清楚 应该可以 不好意思有点小声 可以大声点 谢谢 现在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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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 好可以 主席评判 再续各位 大家好 听完刚才有方主编的发言 其实不难发言 有方只是强调看选手节目 背影清少年岸目名利 因为有丰富的奖金 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选手节目的本质问题 因为有不少的众艺节目都有很丰富的奖金 所以其实这个有丰富的奖金的一个特质 并不是只有选手节目有 另外近年选手节目不断创生 在题材方面更多样 包括有演艺、厨艺、甚至经商技巧 内容方面都添加了不少环节 例如导师、指导、团队战等等 去记录选手成长的过程 而这类节目的最大卖点 就是不论是直直无名的普通人 只是附加子弟 只有有才华 都有机会可以去表现自己 所以行两遍题 就要看看这类节目对青少年观众 或者青少年参赛者的成长阶段 有什么长远的影响 今天我方反对变题的原因有二 第一 选手节目可以向青少年创书正面的价值观 选手节目记录每一个选手 为什么一步一步透过自己的努力迈向成功 鼓励观众积极追目勇于尝试 例如光苏山村长大的杨超元 中三的时候已经动工厂工作 一直想成为艺人 但他就没有机会可以表现自己 很幸运的是 他在2018年参加选手节目 创造101 虽然他没有学过唱歌跳舞 一开始是节目的表现比较差 但他后来就透过不断的努力训练 最后成功出道 杨超越一个素人 普通背景出身 缺乏表现经验 是不少现今青少年观众的写照 而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 靠近就令一班青少年更加有代入感 令他们相信人 务力是会有回报 凡事皆有可能 同时选手节目除了目前表演之外 都记录了一班选手 幕后的训练和准备 观众可以见证他们如何和人合作 处理纷争 和其他选手建立亦敌亦有 互相尊重的关系 是教导他们代入节目的正面教材 第二 选手节目提供多一个提台 让青少年实践梦想 很多青少年都有不同的梦想 例如想成为歌手、厨师、企业经理 但要在现实中实践 除了要实力 还要讲求学历、资金、资予等等 这些条件通常要用很多时间去累積 所以青年人要成功是很困难的 而选手节目正正提供了一个门槛够单的平台 让不同兴趣的青少年发挥所长 例如有香港的歌唱选手节目 《全民造星》 欧美国家的发型设计选手 《决战三千法师》 和企业经理选手的随时接班人等等 青少年除了可以在这些大型舞台发挥自己的潜能 最重要的是可以累积相关的经验和人物 例如节目会安排专业的导师去协助舞台选手 另外参赛的青少年 不论书爷都可以获得一个成名的机会 令更多业内的人士认识他们 就以23岁的吴小雄为例 他虽然在《全民造星3》的30强姿格赛已经被淘汰 但他就因为这个节目提高了知名度 被业内人士邀请去拍其他节目 就例如ViuTV的《仔仔女女730》 从而有一个素人 变成一个在娱乐圈工作的明星 可见选手节目的冠军 虽然只有一个 但所有的选手都可以是赢家 从中累积追梦的资本 最后想问有科 同不同意参加选手节目的青少年 可以累积经验和人物 而这些是否的确可以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发展呢 多谢大家 接着是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位便员向反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为一分钟 反方主便准备时间为一分钟 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都会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反方台上任何位便员向正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同上 双方均向对方提问一次 及回答一次之后 便回到正方一部环节 请问双方没有问题 请评判注意 如意填写台上发问分数的时候 请留意填写的次序 特别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现在正方请自由派出一位便员作台上发问 如果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评判继续各位 大家好 听完有方主便的发言 有方说到原来这个选手节目有很多正面价值 有方说原来有个选手叫杨超越 他想成为艺人 然后他从一个素人参加选手节目之后 就变成了名人 但有方看到他本身的梦想并不是想成为艺人 而是为了个二千元的生活费 他才是参加这个门栏低的选手节目 而有方同学还说他是一个积极追梦的例子 请问有方同学你要如何论证 那些选手他不是为了那些奖金 不是为了一个成名机会 才去参加这个选手节目 而是为了所谓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有多少个青士年真的因为这些选手节目 他变了勇敢追逐梦想 而不是单看他的奖金 不是单看他的成名机会 多谢各位 准备时间要再开始 按责任 amt 等等 勝去 区子 以上 准备时间结束,有请反方主编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说可以 师妹,师妹,听不听到,请问 OK 好,可以 刚才有方就质疑我方洋超越的例子 就说他是因为那2000元的奖金才可以参加节目 但我方想问的是,赚钱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赚钱不可以和梦想并行呢 另外正正是因为,杨超越想参加的选手节目 采造101,有奖金,令他获得这笔奖金 然后帮助他家人,因为他家境比较贫困 另外有这么多选手,他们也有想出道的梦想 但他们可能和杨超越一样,是家境贫困 正正是因为有一些有奖金有奖励的选手节目 令他们可以不需要担心家人的经济问题 而去参加这个节目 谢谢大家 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变缘作台上发问 如果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可以 今天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如果一个比赛有奖金,有感上天花环子 那就废了 但我方根本不明白这有什么问题 就好像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这些人人都推崇的运动比赛 依然那些篮球员有很大的年薪 甚至比赛是有奖金的 但也不代表比赛是有位置的 因此我们今天不应该忽略了 例如刚刚所说的篮球赛 可能会宣扬一些团体合作 宣扬大家应该如何努力 积极向上去为自己的队伍作战的好处 因此我又想问有方同学 是不是接纳一些奖金的鼓励参赛者 叫做迷多 多谢各位 一分钟准备时间现在开始 越来越多 Ding 准备时间结束,请正方准备回答,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好啊,C咪,C咪,C咪,听不听,听不听清楚 C咪,但是主席好像,OK,听不清楚 OK,主席评宴,着了个位,有方同学就问我们 有奖金作为一个参与选手参加的利署 有什么问题 有分同学你刚刚所说的这些职业联赛 它的平衡方式是真的利用选手的实力 但是今天选手节目不同 它可以利用人气去成名的一种方法 有分同学其实自己都知道 这些选手节目它门栏低而且成名又快 所以好像杨超越那样 就是可以看到这些成名又快的机会 然后就去包装自己 所以奖金本身是没问题 就是这些选手 所以奖金本身没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选手 看到这种可以利用包装自己 就可以出道的方法才会 谢谢各位 台商贩问环节结束 现在轮到政方第一负辩 苏牙童同学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准备好请讲我听不听得清楚 准备好请讲我听得清楚 有方同学论证自己论点的论对都其实只是一些个别例子 顾例 好像有方论证第二个论点的时候 只是举出一些个别例子论证 现在是会有青少年选手在说目中学习到一些 人物关系或者是一些合作的经验 请问有方可以如何论证自己的利处 今天有方论点有意 第一 转售节目向青少年宣扬正面的价值观 其实有方同学在台上问答的时候已经承认了 杨超其实根本就不是因为为了梦想才去这个比赛 而是因为金钱才去比赛 有方同学 那杨超究竟是宣扬到一个 宣扬到一个物质的主义 还是有方所说的正能量的价值观呢 即使有方所谓的宣扬到正面价值观 真是选手节目的原意也好 但去到今时今日 市场最多关于今天选手市场最多的 就是一些偶像养成类的选手 选手节目胜出的关键 就是关乎人气的观众投票 而非专业导师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之下 原本被扭曲的选手机制 令到实力较差的选手 好像杨超那样都可以搞一个幸运的包装 不得出到第三的出道位置 相反真正有实力的选手 好像南韩三大娱乐公司 曾经在那里培训了7年 在SM公司培训了7年的创造型选手 徐艾洋最终都无法出道 究竟有方所说 选手节目是否真的 选手节目是提供了一个包装成名的机会 还是在宣揚正能量呢 第二 有方指出选手节目有一个平台 让他们实现梦想 但我方看到选手节目竞争很大 好像中国好声音2020那样 参赛者首先需要通过三级海选 每级的名额只有两至三个 最后才可以转入海选全国总决赛 最后才可以参加到节目的录影 想问有方同学 当成功追梦青少年的比例这么小的时候 他们怎样 青少年为什么会相信他们可以成功追梦呢 可见有方同学认识不了其利处 就算退一步跟有方同学说 即使有方提供了这个追梦的机会 也就是时间比较短 成效又可以多大呢 在座各位 正直就是因为选手塑造了一个物质主义 所以令观众都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 偶像养成类节目 不断要观众购买投他机会支持选手 甚至与商家举行粉丝集资比赛 就连今年的三月 仓组型2021选手 刘宇就和青春有你三的选手 余景天限时集资战斗 仅仅5个小时 流月就集得350万元 而余景天就集得200万 不单是选手以名利等同于梦想 就连观众都以金钱票数衡量一个选手是否成功 而在这几年 以一个粉丝作为投票基础 只不过是一个正常不过的选手机制 就连经纪女选手下一站全期都模仿粉丝打帮的机制 正直反映了选手节目出现物质化 有方同学所说的虽然正能量 根本就不是现实 订订订的 宁平只发言 谢谢您 接着是反方第一负辩 磨石心同学 你以为三分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证话可以 不好意思 我只想问刚刚 Tier percent不是要扣分的吗 不好意思 听不到 刚刚在谈 banc 不是要扣分的吗 我們這次的網賽應該是不夠分的 我現在再看一次菜葵,你等一會,不好意思 謝謝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喂喂 试试听到吗 可以可以 好 准备好 可以 主席 评判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席 评判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那种黑曼巴的精神区的人格魅力 这就是正正和选手节目一样 今天选手节目说的是 他除了需要展现他漂亮的一面之外 他还需要很悲心地学习跳舞 而《全民造星》正正反映了他今天辛酸的一面的时候 鼓励青少林透过自己努力去追梦的时候 请问有可能有什么问题 有可能觉得物质是一个资本的万能根源 但我先看看 原来说的不单是选手节目 今天说的是一些很高薪的职业 例如加入了金融行业 都会有很高薪的回复的时候 有可能认为 青少林也不应该去这个行业 因为有钱收所以不行 但有可能忘记了的是 他们背后都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要不断地进修不断地学习 而今天偶像同事也要不断地进修不断地学习 最后面失去实验梦想的时候 请问有可能有什么问题 其实今天选手节目 最独特的一面就是 他们全部都是素人参加 今天我双方都认同 今天即使是起跑线 还是透过其他人 过程也并非容易 会受到不同的压力 也会受到不同的挫败和质疑 就像姜濤那样 曾经被人质疑他的正因问题 但他也很坦言地面对 甚至乎今天25岁的MIRROR成员 盧汉宁也曾经说过 我觉得大家知道有一个演唱会 而迫着一定要进步的时候 除了唱歌跳舞进步之外 我们面对压力也有所进步 又或者是将一些不可能的事化为可能 今天有可能很担心清明参赛者 是会受到这些所谓的物质分逃 大家看看 原来真的会有些人满身千山 就是一些障碍的人 都成功是透过自己的努力 去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好像失明兼离患自闭症 22岁的尼奥迪 同样是会面对很大的压力 和受到很大的挫败 但同时他都拒绝去命运屈服 在全面一丁的决赛里面 赢得最多的观众投票 赢得冠军 而这些正正就是 明天无论会是怎样 说有智慧症也好 还是其他人生经济也好 用了很多年的时间 等一个机会去表现自己 希望可以赢得观众的掌声 找到赏识他们的人 今天有很多所说的观众目光 所谓的舆论压力和观众目光 正正就是吹动力的原动力 所以他们才会在有压力的底下 竟然是会继续努力进步 如果今天有可能正面变题 就凡清今天有可能正面和我方 作出比较 给出一些无法解决选秀 节目管制度 在我方理署之上的会议处 多谢各位 接着有请正方第二副面 邓希文同学 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准备好听不听到 听到 听到 主席 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不难发现有方同学一直在说 这个节目可以带出什么 由上进心的东西 而我方一直在说物质 好像没有什么对比 两个价值观 所以不难发现我们今天的分歧 就是在究竟哪一个价值观 先是今天选秀节目最主要在宣揚的东西 而有方同学今天不断说 其实他宣揚了很多正面的思想 例如有方已经开始说的团队合作精神 但我方一傅已经问过有方 团队合作精神究竟在选秀节目的内容 佔有多少内容比例 没有说到 而有方一傅已经不敢说这个 主要跟我方说压力 那些选手很懂抗压 但是那些选手很懂抗压 那他们的镜头有多少呢 没有说到 只是说出几个例子 例如姜濤这些很出名的例子 但是其他那些选手 他们一样抗压 他们有没有在大众面前表现出来呢 那我们又见不到有足够的镜头的时候 那你又怎样论证 那些青士年是因为这样而学到 怎样去抗压 那些青士年具体是学到怎样去合作的呢 而有方跟我后来 又说是有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究竟有多大 没有论证过 那如果这个机会根本不大的时候 那利处又在哪里呢 其实有方向的利处今天很低 觉得有人识 那就叫做成功 那就叫做实现了他的梦想 实现梦想 他的梦想是不是有人识那么简单 而他要有人识 其实就是一个物质的主意 好像杨超越那样 他当初想去参加这个选手节目 为了钱有方向你自己也承认的 如果今天的选手节目创造101 没有这个奖金 没有这个钱的时候 杨超越还会不会去 如果这个选手节目 他没有了这个成名机会的话 这些选手他还会不会去呢 而问题今天正正就是这里 而这个并不是选手节目 他有没有奖金的问题 也不是有方向你所说的 其实一些职业联赛都有问题 而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选手节目 他要以什么作为最重要的标准 是实力 实力才应该是一个选手节目最应有的标准 好像有方你所说的 科比他是靠实力出道 所以科比就没问题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他们现在选手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现在由观众投票 由观众投票 就是人气主导这个赛事的进行 去决定输赢 所以现在就是那些选手 他们可以因为一些的标准 就是因为想赚钱 然后参加比赛 然后因为门栏低 有方向自己承认的门栏低 就是去搞一些标准 搞一些包装 然后让自己可以出到 相反实力就不再重要了 试想一下如果今场的赛事 作为一个辩论赛 我们应该由双方的辩计 或者实力更高而胜出 但是如果今天是由观众投票 觉得有些观众未必懂得 一些专业的辩论赛 究竟要怎么打 可能觉得这个辩论员他的尺锋 非常之阴密 我很喜欢 然后就去投了辩论员 相反 有些辩论员 实力多的 但是他们未必有这个 有默的话 可能得不到观众的投票 那是不是一个物质主意 多谢各位 接着有请反方第二负面 沈佳盈同学 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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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来到中后场的位置 今天我方不断理清 雙方的概念分歧 正方全场不断数 非选手节目的本质 带来的影响 他跟我们说 因为那些参赛选手 他们年轻 而且因为这个物质主义 所以他们会观众 不错的价值观 今天我方和我们说 杨超越 因为运气 但是杨超越 其实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付出了很多汗水时间 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大家都看到他的成长和进步 何来没有实力 而注重实力 这一说 如果今天青少年看完后 真的要去试 一个都是正义的影响 为什么别人不可以 以那些选手节目的青少年作去榜样 现在变相就是想做艺人 或者想追求这个名利 或者是想自己的才华 被人研究 都会被人踩下 说你今天追求名人 你很肤浅 例如我们今天举医生和律师 来做例子 可能有些人是因为他那个高薪的职业 所以他们才会去研究 或者想做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他想帮人 或者伸张正义 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 两样东西的本质上是没有冲突 为什么今天想做艺人 想被人关注 想做这个职业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一定要物质层面上 我不可以有钱 也不可以被人关注 这个东西才是正确 所以今天看到 有方堂在物质上过不过去 而今天我们看到 例如是美国大人寿 有先天决陷的人去到 所有人都会为他们的勇气 而作出鼓励 或者是中国的创造役 青春有你 香港全民造星等等 说的都是年轻人的汗水 和努力换回来的成长 例如是全民造星为例 我们看到的是 每集内容描述 比赛之后的输赢 都是着重于团队精神 说明的是 这些节目方式想要传达 什么信息给大众 是在做法上的分别 而且 谁在选受节目上带来的 只要跟你说 这里有很多钱 你过来赚吧 所以今天有方堂在贬低青少年 他要参加这些选受节目的想法 而且今天有方堂说 他说何乐乐的人格未来被人吸引 但他人格未来被人吸引 有什么问题 再加上他今天不是没有实力 所以今天我方提倡的是 即使你有没有实力 也好你在这个节目里成长 有什么问题 再加上 今天有很多类型不同的节目 不单是偶像 也不在于不注重受力这一说 选受节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给机会年轻人去实践他们的梦想 或者事业 现时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的选受节目 不论是厨艺 时装 商业 或者偶像类型的选受节目 但现在为什么新世代会越来越多 这些类型的选受节目 就是因为选受节目离人越来越近 提出的是即使你是素人 只要你有实力 或者你好像青少年那样 未能够扩纳自己的未来方向的时候 就可以参加这些选受节目来获取经验 而今天我们所说的是 对于所有年轻人 参赛者来说都是必然的你 因为他们有独特性 可以学习同学和沟通 或者怎样成长 所以 例如 说完最后有方法 就是违反而返混淆市厅 就是论证不了他凌鸣于尼泉的性质 因此今天 有正面价值和民族的机会 给他们都是一个好的方向 多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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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出到大家在2018年彈出原本圈 亦能夠上一場市民及其他親切聯繫完這些 無論了四十年教育之後 但都會失敗的例子還可以進行證據的 多謝各位 準備時間已經開始了 不好意思主席 反方或英章在這邊是完全聽不到 剛才正方的同學發問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想問評判是否都有類似的情況 那會不會著情處理就是請正方台下再發問多一次 然後準備好技術才開始 三位評判有沒有異議 如果正方的台下剛才各位同學可以再發問多一次 好的可以再發問多一次 因為剛剛的會音其實都大 明白明白 麻煩正方台下同學 試了麥克風先 試了麥克風先 試麥克風先 試麥克風聽不聽到 會音都很大 我們亦聽不到 我們已經交到最大聲 但剛才台上的幾位同學發言的時候我們聽到的 會不會正方台下可以再試調整 會不會正方台下那邊可以再試調整 可能會否正方台下收音會準好一點 或者即是單張椅可以嗎 對 單張椅坐下 對準點這個電腦 我覺得可以再試調整 另外可以再試調整 看我可以再試調整 靠自己的努力成長了 但他受訓四個幾月來都一直飽受眼力 和韓國選手對外人的歧視 幾乎每晚都會流淚 最後都沒有成功出道 更加在2018年淡出娛樂圈 捉藍打碎一場空 試問為何青澀田體驗一遍努力了 承受完眼力後 但多於失敗的例子還可以建立 正確的價值觀 多謝各位 準備時間一分鐘開始 見面 МУЗЫКА nude 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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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谢你的问题 吴思佳一个人是producer01出面的参加选手 他今天不出道而淡出这件事 不代表他不赢就代表没得着 他在这个节目里也有自己的经验 就像今天打辩论比赛 我赢和输也好都会有得着 而我输了就不代表我们学不到东西 而今天吴思佳他淡出这个娱乐圈 就代表他可能承受不了给大众关注 或者是觉得这个方向不适合的时候 他能够及早认清未来有其他科学的时候 为什么他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有可能我会觉得这个是不正确的 有可能我是否觉得青少年试完之后 我觉得不适合就是花时间 是不是青少年什么都不应该试 什么都不应该做 谢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位变缘座台下发问 有1分钟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听不听到 应该没问题 正方和我听得清不清楚 OK 准备好 叮 有方向后就指出 选受节目为了青少年 换书了物质至上的错误价值观 但是难道参加选受节目 是一点努力都不用付出吗 为了成功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训练 努力才可以出道 甚至折走可以的韩国女团twice 用自己的付出来换来经验 人物和赏息 又是物质主义和生活 其实除了奖金 选手更加是一个进入娱乐圈的跳板 给了机会选手去表现自己 让其他人看到他们的实力 就像全民造星的MIRROR和ERROR 放车用自己的努力来换来速度 是要金钱衡量不到的 有人赏息 有回顾就是物质主义 那么克服训练出来的运动员和武道生 是否他觉得训练基金比赛的奖金 又是物质主义吗 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是否专门本身就是物质主义的体验 多谢大家 准备时间 准备时间现在开始 我提提各位 一定是代表 看完时间上月15秒 问和答都是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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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试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时间结束 请政方派出一位辩元答问 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情况可以 请问听到吗 OK 准备好了 主席评判在绝角 大家好 到台下发明的时候 有方仲问我们 有钱有什么问题 明显有方唐众 主辩开始 从来没理解过我方所说物质主义是什么意思 物质主义所说的意思是 重视金钱名利的同事 并不注重其他价值观 像TWICE那样 收人赏识 但他们本身都有实力在增长 那当然就不算是物质主义 但我们现在看到 选秀节目 原意可能是真的想宣扬这种赏识 但后果给观众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就是 看到的就是 原来人气包装自己 好像何乐乐那样 用一个公司的人气包装自己 都可以成功出道 而当这个包装都可以 令到他成功封过实力的重要性的时候 这个就是忽略其他的精神价值 这个才是我方今天一直强调的物质主义 好像以团之名那样 他出了两个获胜选手 一个是用实力来做这个指标 用导师选出来的团队 另一个是完全由观众投出来的团队 最后是实力队 他根本就在解散之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水素 请民主发言 多谢各位 现在请政方派出位变员 作第二条台的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试咪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应该没问题 叮 继续评划各位选手节目 会将镜头放在有灼头人气的选手身上 例如青春有理意的网红林小泽 离婚师傅蔡卓宜 前者因为微博粉丝数量为1,115万 致大人气而有镜头 后者因为刚刚离婚 可以以此作为镜头 而获得镜头 但两者同样实力不佳 前者不懂跳舞 后者唱跳都不行 但这两位选手都没有想过增进实力 只是想凭借镜头 但是这样排名 他们都可以超过一半的选手 不像有分钟合一直强调的职业籃球赛 百分之一百都是取缺于实力 并非包装营章 怎样可以确保车识年看完这些例子之后 不会照版转换呢 多谢各位 准备时间要再开始 准备时间要再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查 请不吝点赞 订查 快点赞 订查 您的时间 好 你们应该 准备时间结束,请反方派出海边缘回答,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说可以。 试麦,试麦,试麦,听到,听到。 应该没问题。 好。 这个镜头可能不太看到你。 这样没问题。 好的。 好。 定。 主席,评判,各位,首先,谢谢有方来的提问,今天有方来就举出蔡卓宜和林少泽的例子,但我方今天想说,今天蔡卓宜和林少泽本身都有努力过,你可以说他未必,究竟是否有实力,我方今天可能他未必真的那么有实力, 但是他也有努力过,也有进步过。 放车,今天他们两个本身他自己有人格魅力,那又如何才有方来? 今天是不是代表有人格魅力,就代表是坏先,今天有人格魅力,又有进步又有实力,可能未必真的那么有实力, 但是有进步的时候,甚至乎是受到观众喜欢的时候,甚至乎他自己本身的进步, 又努力过进步,而且他的精神都会受到观众疑,令到他可以感染观众的时候,究竟有什么问题? 今天讲究竟是利力和努力和实力,是否不能并存才有可能? 所以今天的变态理应不成立,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位变缘作第二条台的发问,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讲可疑 是吗?是吗?听不清楚? 清楚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主编和论点一说物质主义,但之后就没有再提过了,因此论点一物质主义根本不成了 我们看看有方和论点二,主编就说湖南有数据说观众考虑风格主观投票,选手在唱歌全部比赛里有风格有包装,就等于投机取考,不需要注重实力 但是做明星的标准,为什么除了实力之外不需要有风格去考虑呢? 就像今场辩论比赛那样,辩超联都有一难是台风、池风的评分 都有评判去根据自己的决定去主观去评分 是否代表辩超联当日鼓吹了投机取考,不注重实力 因此辩论比赛就是废大于你了,各位 一分钟准备时间,现在开始 嗯 嗯 嗯 M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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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法定时间15秒后 计时员会连续按照数下 表示辩论员已经超时 就将会被扣分 扣分就是如下 15秒后每过时5秒 就请每位评判给予该辩元的分数 扣除5分 不足5秒亦当5秒计算 如果刚刚的情况 应该是在正方一副 难度扣除5分 麻烦三位评判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居时员讲可以 可以 一生生如努力月幸运 一个个坚持梦想的素人 吸引青少年不单只一个娱乐节目 更是迎向一生的价值观和机会 主席判作者各位 大家好 其实今天仲观全场有方同学证 变题的所有例子和他们的论证方法 都是第一 因为有奖金 所以就叫做物质宣扬 有名利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去做 但我又想找回有方同学 好像今天我们大家都需要读书 刚好你读得好 有奖学金奖赏你 那代表我们这东西 读书就是宣扬物质主义 代表读书就是弊多 而我们看到选秀更加是以努力 作为卖点去吸引观众 这次其实学质方面 有可能一个观点已经说不过去 第二 如果我和我们说 选秀节目中 选秀未必是有实力 才可以被人看到 但正正忽视了那一群 为什么被观众发现那群人 他们会被人发现 就是因为那群人 其实他们可能身上有一些发光点 就像今天我方所说 他们可能有一些正面 去努力 那些价值观 所以才被人发现 就好像那些从政叉主者 他们因为作为公众人 他们都需要人气 但就不代表他们没有实力 又或者这个选秀节目 其实根本是弊大于利 因此今天右方同学 其实是非常狠狠 其实他们所说的观点 就是一些片面论点 而且右方同学 也没有进行利弊比较 虽然他全场都没有否认过 我方所说的观点 但他只是以为 自己所说的那些物质等等 而漠视了今天选秀节目的大好处 相反 今天我方做的利弊比较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要看那些利处的凌价性在哪里 正正这些利处就是 设合小朋友 长成大人这个阶段 他们需要的成长需要 正如我方前长今天也有提出过 转秀节目的独特性 就是在于它是一套受人参加的真人数 就好像你看了一个 和你差不多相反 没错 可能好像有公共的感觉 他们一开始真的没有什么实力 但是就是例如好像 全神方告里面的家庭主妇 中国有IP里面的珠宝计师 这帮梦想的年轻人 你看着他们 如何由一开始 未必是最好 未有实力 不被看好 但是透过节目慢慢成长磨裂 最后可能真的未必大家 不像我方方说 赢了才有得着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 这帮即使他们可能输了 但他们仍然都有法官法量 和有得着 甚至一套提倡 甚至三十岁以上 女性成长的成风可乐的姐姐 他更加透过选手和大众说 其实我们不论练成限制 但也有资格勇敢 最莫无论自己向上流动 因此这些这么积极正义的价值观 就正常可以令青少年 面对着不同的抉择 例如我们需要选择 选择大学等等 就可以被他们影响 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而这些往往都是观众 没有办法在一部扮出来的电视剧 一场戏这么有代入感 感同身受的由低层慢慢向上的选手 深深地被他们努力 即是是价值观所影响 另一方面 我方其实不像有一个这么限制 只是针对观众 观众在选手节目角度去想 其实我方便也有想到 青少年作为参加者 又会有什么好处 例如今天我方 大家一起去想想 如果没有选手节目 其实这班 他们可能想成为公众任务 想要入行 或者在各个方面 好像传艺等等 成为专业的工作人物 可以如何入行 所以我们今天退一步说 其实想要有这些梦想的人 他们根本无可能 在没有选手节目的环境下 可以成功做到 反之选手节目 可以令这班未必有身份资本的年轻人 在相对公平 资源更多的情况下 又多元化的出路 透过节目帮助这班上入行青年 即积累一些资本 经验人物知名度等等 帮助他们未来发展 和奠定人生规划的好处 而这些宝贵的经验 并不是对青年利大于拜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正方结辨 黄沛怡同学 你有四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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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评判做了各位 大家好 小时大家听完全场的发言之后 都觉得双方所说的话 好像两个世界 原因就是因为有方 还停留在选手节目 是纯粹竞争的时代 数不知时代已经变了 而我方正正在论证现在的选手时代 应有的正能量已经消失 现在就等我用一个名言来总结一下全场 第一 这是最好的时代 青春这个属于人最好的时代 最大的魅力在于懵懂 今天双方都认同 对懵懂少年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养成 而双方的分歧就在于选手节目 究竟主要宣扬的是什么价值观 而有方不断和佐佐各位说 选手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 节目里面是向青少年灌输正确的价值观 提供着一个很好的追梦机会 被青少年实现梦想 但当我方前场一直迫问有方 有多少内容港团体合作的时候 到有方的后场完全消失了 而我方又问有方了 有多少人成功追逐梦想 而有方就觉得不管了 学到东西就行了 質疑有方利处究竟有多大的时候 有方都只是空口说白话地回应我方 说选手有多辛苦有多大压力 全然没有资料佐证 青少年如何接收到 接着又反驳我方 说何乐乐是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观众 但事实上何乐乐是用公司帮他包装自己的人格来吸引观众 青少年就会觉得包装自己大于实力 在第二条台下发文里面 我方问有方 努力了没有收获 对青少年来说是正确的价值观 而有方就 而有方回应我方 没有出道不等于学不到东西 有方的立场一退再退 可见有方根本未能论证清楚 我利处给在座各位听 立场退了退了退了退到没得再退 奇怪的是有方仍然活在理想中最好的时代 但其实时代早已变迁 第二 这是最坏的时代 有方不以为选手还是纯粹为梦想而战 但经过时代的变迁 需要银食的选手 如果还停留在纯粹以竞争的形式作卖点 唱歌跳舞来来去都是那几样 选手靠什么吸引观众? 不就是话提到 有方根本否认不到这一点 而当有方你觉得选手节目 宣扬到的正能量根本不必然出现 就好像团体合作那样 而实力致盛的观念 现在根本已经被扭曲的时候 选手节目现在本质是宣扬着什么价值观 什么就是人气衡量成功与否 粉丝投资的钱来衡量选手的影响力 最后观众根本看不到为梦想而战 只是看到原来靠实力未必可以争取镜头 但包装一下自己就可以成名 实力的价值在青少年眼中还剩下多少 有方也从来没有数据论证 会如何影响到观众 以上的情况有方都没有考虑过 可见有方能够全面客观地论证 选手节目对于青少年的利弊 左足国 怀疑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亦是最坏的时代 对于选手最好的时代 已经在物质和投机取巧的风气下变质 好像有方同学所说 表面上当然是宣扬正面的信息 但内里现实就是实力至上的原则已经被扭曲 节目组用热度衡量选手的镜头多寡 粉丝用钱衡量选手能否与节目有影响力 懵懂的少年就是吸收不到这些所谓的价值观 只是懂得跟着用名利来衡量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题 谢谢各位 比赛那段了 大家请稍等一下 提提評判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请先选出三位最佳表现的辩论员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三分 次佳一位得两分 余下一位得一分 如果评判填寫好分子的话 可以在checkbox中说声 或者找Hermat说声 之后我们就会进入评语的环节 麻烦 请消息 circular 明明明 someone 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好,我将分子可以的了,谢谢 今天雙方在整個比賽中都是不斷提出不同由選手節目抽出來的選手例子 去互相攻擊對方或者互相作為自己的立運根基 其實原本這些例子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當這些例子不斷使用去到後場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就是今天政府可能會說A這個例子會有什麼的壞影響 B這個例子會有正面影響出來的 其實兩邊的變元是不斷扔出這些例子 說今天選手的出現究竟會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這方面大家有做例子和資料搜集 但是我覺得就是大家今天去運用這些資料的時候 究竟應不應該要這樣做呢 而反而我覺得正方一開始 他跟我說 有一個中國內地有三成人覺得實力是重要的一個元素 而其他就不知有六成多的人覺得包裝其他那些重要 反而我會覺得就是今天這些東西才是幫你推動到 究竟你今天會不會有這個問題的出現 而不是你們不斷扔例子 大家想想一下 好像創造型一樣就已經100個選手 那100個選手 其實他帶出來的價值觀一定會正面反面 一樣會有的 其實今天即使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也好 我也會覺得說 我不要學到他做了這些負面影響 那我這些算不算正面價值觀呢 所以今天單單只是用這些選手的例子 如果你們作為你們的論據的話 我會覺得是不足夠的 雖然正方一開始有用到這個資料 我挺欣賞他 但到了後場 他把攻擊處的東西 攻擊點已經換了 用回你們的那些例子去攻擊的時候 我會覺得就是 其實你們前場鋪的資料是有用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一起用呢 即是主編稿是你們整份最重要的一個 立領根機的時候 你們一個很重要的一條主線 一條肝靈的時候 你們要去跟著主編 跟著主編出去做的時候 其實不是更加好嗎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今天去到整場 即使去到結變都好 大家都一直在爭論一件事 叫定義那件事 究竟選手是什麽 那正方一開始就很清晰介助 就說 由老師和由觀眾再投票出限定團 這就等於選手 那你們主編 設定了這件事 其實你們也要給點支持 其實因為我剛剛上網找就 去找什麽叫選手 我都會見到有兩份報告 是說了選手的定義是什麽 那你們會不會考慮 用這些定義做相應的東西呢 那這兩件事說完了 那第三件事就是想說回 雙方的資料運用 那剛剛呢 就是我自己本人 本身都會有追過KPOP 還有都要有追選手的 那我剛才聽到第一個例子 就是由正方在台下發問 說說 Shin就是不思街 是A班 兩次A班的選手 那其實他兩次都是B班 那有些資料看熟 那這個位置都還好的 其實純粹是 有時候大家要看一些資料 那之後 楊超越 2000元的獎勵 那我覺得 其實你們說得出2000元 你們都有準備過楊超越這個例子 那可不可以再說入少少 就是楊超越 以前在他的齊樂文化這間公司裏面 他究竟做過什麽呢 他怎麽會進入這間公司呢 其實會更加深入是會完全貼合到 你們反方所說的 不是正方你們所說的物質主義 我覺得是可以再深入少少去做的 那之後等一會再開反 那說回物質主義 去到台下發問的時候 我才很清楚聽到物質主義 對於你們正方的定義是什麽 我先說回正方 我才聽到物質主義對於你們的定義究竟是什麽 但是問題在前場的時候 你們是什麽都賴下去 這個叫做物質主義的 例如說 今天 偶像養成類這些節目很多 他佔市場比例很多 有實力出不到的 例如是SM7年的徐藝陽 他出不到 這些就是表現了物質主義出來 你們常常都會說 我這件事表現了物質主義出來 但是你們前場沒有完全清晰地界定 到底物質主義是什麽 後來我才聽到原來是 物質主義 今天就是 你最淺 最明利 但不最夢想的那些 其實都等於物質主義 其實你前場都要跟我說這件事 才是你們重要的位置 如果不是教育 就是你不斷說 這個是物質主義 這個是物質主義 究竟我知道物質主義是什麽 但對於你們來說是什麽 我就聽不到這件事 就是我講反方 反方 反方的問題就是 反方問台俄 就是三條問題裏面 其實這些問題 我明白大家會有深層的背後 問對面的立場 究竟對面的標準合不合理 我覺得這個意思是足夠的 但是問的方式可能要轉一轉 就不要再問有方會不會覺得這件事就是什麽 特別是最後一條的台下就是1 那今天這個叫做 等一下 讓我回答一下問題 今天這場叫做 由評判主投評分的 算不算一個投機的行為 這件事已經是一條很簡單的回答 如果我出來的話 我會覺得台上發問這個環節就是 基於你問什麼 我答什麼 你直接問一條類似yes no question 我覺得就欠了些東西 所以我這題就不會給很高分 之後去到第一條就是 主題就是會問 有錢是否等於幣多於你 那這些問題我都會覺得是欠了些 就是很簡單去答到的東西 我會不希望你們出到這樣的題目 那我的評語是這麽多了 多謝各位 多謝連先生的評語 接著有請馬錦鳴慈善基金馬陳瑞 馬陳端喜紀念中學辯論隊教練梁漢章先生 好 早晨大家好 那這場比賽呢 我想和你之前打的比賽呢 就會有些出入 最主要呢 因為本身我自己都有幫忙 製造這場比賽 其實這場比賽的資料呢 就會比較少的 所以我理解雙方為什麽 主要是用不同的例子 因為的確外面是沒有什麽的 research paper 但是這件事我很贊成 剛才評判說 其實這件事是需要攻擊的 哪些政方有嘗試去做到 有說過對面 原來你沒有數據 沒有什麽的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位置 其實政方可以下多少少力去攻擊 因為的確 如果大家在這裏數例子 鬥大家數得多 就是你給10個 我給10個 那是不是給11個 那個贏呢 那整件事就會有些肉酸的 那當然我也是那一句 我剛才我有幫忙 所以我也知道這方面是有點困難的 這場比賽 那其實 在最初的時候 老實說 政方選一條這樣的事情 我一開始的時候聽下去 我都覺得還可以 但是聽聽一下的時候 你給我聽 我覺得就越來越奇怪 因為政方今天 其實包裝的東西出來 就是其一 我會有好幾個位置很質疑 其一就是 我為錢去做一件事 是否有問題 我任何事情都是為錢做的 我上班做任何事情都是有incentive OK 我再翻譯這個 statement 錢是一個incentive來的 那只不過究竟你 哪一件事 是一個incentive 對你來說 那有些人喜歡命 有些人喜歡來 有些人喜歡來 有些人喜歡 可能有其他關係 那一個incentive 但是這個incentive 我看不通有什麼問題 就是香港暫時 暫時都仍作為一個 資本主義社會 都開始不是的 Anyway 一個這樣的環境下 我見不到 有些什麼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 你的主線上 我先理解不了 其次政方今天 經常翻譯一件事就是 人氣 這些選手節目就是投人氣 人氣不是實力的一部分來的嗎 我這樣說 他們現在是選一個明星 選一個偶像出來 你不是要親和力的嗎 你不是要那些人喜歡他嗎 你不是那些人要有個talking point的嗎 這個是entertaining business business來的 這個不是做 whatever 做其他事情 我現在不是純粹在那裡 大家鬥游泳快 就像剛才你說飛飛斯這樣 那這個不是一個這樣的事情 即即即即即即是 就算你剛才我說游泳 或者其他的sport也好 那你都會有一些的 純粹是可能做那種運動做得好的人 也都有一些人是其實做運動好之餘 也都會有親和力 這個也是一個實力的一部分 我不會說不是一個實力的一部分 即是 如果你這樣去定義實力 純粹是說你懂得唱歌 懂得跳舞 就完了 我只能夠說 很停留在書館的層面 作為一個正在上班的我 或者可能其他人 我覺得未必能夠很說服到 更 further這樣說 一個例子我都頗不喜歡 就是說你說辯論 就是說評判這樣就要找一些 就是可能一些專業的評判 我理解不到為什麼我要說服的 只是一些專業的評判 就是普通外面一個 未聽過辯論的 你就不需要說服的 你就不可以去說服的 這個問題就是 我只能夠應該是用一些專業的評判 去給分才行 我自己作為一個打了辯論 這麼多年 打了辯論這麼多年 我會prefer 我的確會prefer 一些打開辯論的人 坐在評判桌 原因不是因為他專業不專業 因為我猜到他 容易猜到他想什麼 容易猜到他究竟怎樣給分 可以牽合到他的口味 但是我從來不覺得 我覺得任何一個在街上 扯一個人進來 去坐下來做評判 其實都很合情合理 因為他都是社會的一份子 他的持份 我不會覺得少得過任何一個專業評判 所以你就這樣照他去投票 我也覺得很合情合理 只要他可能有足夠的 遇文能力去理解究竟發生什麼事 或者起碼都叫做 不是一個完全對社會認知靈的人 我覺得已經是正確的了 所以我不是很贊成 原來專業評判才是一個好的評判 我覺得政方今天走的那條線 真的太過偏向這個位 所以在我自己作為一個做評分的工作的時候 都有點困難 因為你基於一條我都頗不相信的主線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 我想主線工作那裡真的要去小心一點 那反方那邊 其實反方那邊那條線 我都覺得是有點奇怪的 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當然他一定是說這一堆東西的 但是其實 先說幾件事 其實反方那位 你有沒有考慮過其實去攻擊對面的數據 因為其實 我這樣說 這個我自己 大家可能未必有做到功夫 其實今天政方的數據 全部基於是幾份大陸的大學的報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這幾份大陸的報告 全部都是出在大陸廣播局 出了聲明之後的數據來的 那 我覺得有一件事 老實說 就是大陸怎樣去做數據 還是怎樣 我覺得未必那麼容易可以搬到上台 但是我覺得可以先有質疑 因為他所有的數據都是 因為通常來說 我去做一個政策 我是不是應該有數據 才去做政策 因為有個數據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叫做選手節目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剛剛相反的 他說了這個選手節目有什麼問題 然後才有數據 那究竟是哪一個去支持哪一個呢 我覺得這個位其實是可以攻擊的 因為的確是有這樣的情況 而我們自己去找數據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這些數據 真的十居其九 不是十居其九 十居其十 都是用簡體字寫的 然後 其實今天 反方那邊其實還可以有很多其他的 例子可以去給的 我首先 我不是這麼贊成 就是純粹基於大陸節目講完所有的事情 因為 你看得到其實這些所謂的選手節目 大陸那邊可能是做得比其他地方 是比較 比較金錢掛稅一點的 這個第二是一個客觀事實 但是 我們有沒有其他的事情 是可以更加特顯的理處 譬如說 我很簡單的說 Britain Scott Talent Susan Boyle 就是一個 阿善這樣的人 能夠做得出點 那這些又是否可以 正面信息更加大呢 如果不是這個節目 我哪裡會去留意一個 這樣的人 有講過一下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再下多少少力 因為 我個人如果作為反方 我不會選擇在講香港 或者講大陸太多 因為的確 外國會是比較多這方面的例子 就是很多奇形怪狀的人 都能夠可以出到 令到可以有一個知名度 那這樣 我覺得可以這樣做 那固然 我自己反方 我會比較 挺欣賞的 就是反方 他們很直接去答你 其實 高薪或者一些金錢掛稅的工種 或者是不是一個問題 那 那 這個就是 那 你有這樣的需求的時候 就是這樣 那 這個就是資本主義的 unless 你跟我說 不是 其實要 打到資本主義 unless 如果不是 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 說得挺好的 因為的確 你不是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這個 無論你剛才所說 做醫生也好 做律師也好 做金融學也好 但是我覺得 其實你可以 一件事就是 其實有些事情 很明顯是你們製作了 對面的例子 但是我覺得 你們 吹得不夠肉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 就可以嘗試做多一點 那 我也不妨礙大家時間 今天的評語 都是給到差不多 所以無論如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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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梁先生 接著有請 姓氏提反書院 中文辯論隊 負責老師 賴偉菲老師 好 謝謝大會 聽得清楚嗎 雙方的同學 OK嗎 OK 我首先 我講一講 正方的同學 其實是有點失望的 因為其實 坦白說 你定義那個選手節目 固然重要 但其實處於你那方 青少年的定義 其實是很很很很重要 因為你要攻擊對方 坦白說 我欣賞反方的主編的時候 他定義得很好 他們最大的優勢 正正就是主編那個 已經講得很清楚 快 人脈 你有才能 但你沒有人見到 有鬼用嗎 你選手節目 正正就是給了你機遇 正正就是給了你這些人脈 正正就是給了你一些商業的人才 教你怎樣去包裝 怎樣去出道 他很清晰的 他看到他們那方可以打那個位 你們當然應該要去看 但是正當你們其實你要去看的就是 青少年通識你也學過 我不知道你們多少個是 四目四目五的同學 其中一個單元就是青少年的問題 我都不講到很高深的辯論技巧,我只是上網打第一個位,我去打青少年心理健康 馬上已經出到青少年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注重自我形象,第二尋求獨立自主 第三要健康,在講健康的青少年心理,重視蓬佩的認同 第四,對新事物感報好奇,下面我都不講了,我只是說處於你這個青少年的階段 最大的一個問題,首先第一,你出到選秀節目,你是被極多人攻擊的 你受不受得起這些輿論呢?這個的閉處是影響他很大的,影響到他成長的 影響他的自尊和自我價值感的 這種的認同感,是不是這個選秀節目承擔得起呢? 這個位其實為什麼我沒有聽過? 你弊大於你,你不斷說就是塑造了一個什麼物質主義的價值觀,等等,等等,等等 好的,物質主義的價值觀 正正我都是很同意剛剛梁先生所說的,就是說,其實為什麼要包袱呢? 有錢賺,是不是? 就是你又可以將你自己那個個人的風格可以突顯出來 現在的世代是在講個人主義的啦 現在的世代就是在講啵啵啵啵啵的啦 我不覺得,坦白說,反方來說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不行呢?其實有什麼矛盾呢?我聽不到 但是相反地你說,你弊大於你嘛 現在你用去推論弊大於你 為什麼你不著重去講多些對青少年那個的尋求蓬佩認同裡面 他在一個成長的階段,去尋找個人價值的時候 正正是這個黃金的時期來的 參加選秀節目,會不會對他這個的心理的成長 又或者在這個成長的階段,帶來什麼的秘書呢? 其實這個位置,你是可以更加多的發揮 為什麼不扣在青少年這個位置呢? 不定義多一點點呢? 其次注重自我形象,尋求身份認同 尋求身份認同 那你的問題就是說,你的秘書是怎樣呢? 你的身份認同是怎樣來的呢? 這些你又不說,是不是? 那個自信心你又不去說 其實你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繼續去發揮的 你的位置很闊的 而你的位置正正就要去扣這個選秀節目 對青少年那種的影響 是個幣處理要分開多些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層次 慢慢推論下去 所以我自己會去看的時候 正正就是那個主編稿 就是物質主義、形象、包裝等等 然後再說實力不再重要 其實你的推論可不可以再推論多些呢? 就是說那個青少年你要靠近他那個身心發展 帶來那個遺處究竟是什麼呢? 層次是什麼呢? 就是我想是一步一步這樣去聽下去 然而我很同意剛剛兩位評判所說的就是 第一,沒有層次,演繹不了下去 正方的推論 就是一副、二副 沒有再深入層次再去說 就是說你那個主編稿裡面 那個推論裡面我聽不到層次出來 是不是?那個影響究竟是什麼呢? 對於他除了物質主義帶來那個影響之外 對青少年那個身心的影響 再進一步的是什麼呢? 那種自我價值感究竟是什麼呢? 尋找身份認同的過程裡面 究竟在這個最黃金的時期 有些什麼的遺處呢? 我聽不到進一步的推論 這個是正方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對不對? OK,然後呢 在這個反方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主編稿做得 我覺得那個定義拿得很好的 就是我最欣賞正正就是你講那個 學歷、資金、機遇、人脈這幾個位 正正就是對方最弱的那個點 一樣,就是我會覺得 在那個推論裡面 這幾個位咬得可以再緊一點 就是對青少年的影響可以咬得再緊一點 就是你有實力 你都要被人見到才行 你都要有人幫你包裝才行 青少年未必有這麼多的一些知識 又或者一些的營銷的知識 這些選秀節目 既然有這麼多在這個 譬如我們說市場學上面 化妝上面 跟著個人的營銷上面 甚至乎在一些的 我們叫做一些人生導師 一些人生導師 一些成長的課程裡面 我們怎樣可以透過 甚至乎說到《全民造星》 林二汶那些導師 他有自己的一些經歷 在娛樂圈的一些經歷 怎樣可以分享給這些青少年 讓他們除了有實力之外 更加可以得到這些先人指路也好 突破了他們個人的一些安書區 突破他們的安書區 怎樣去尋求他們的發展又好 我會覺得這個推論 你可以再攻擊多一點點 這個正正就是對方的弱點 到這裡 交換給大會 謝謝麗小姐 現在宣讀比賽賽果 今天的辯題為 選授節目對青少年影響 弊大於利 正方學校為 寶陸陸世書院 反方學校為 華英中學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反方結辯 楊允琦同學 今天的賽果為 0比3 由華英中學勝出 今天賽果為0比3 今天賽果為0比3 請通訝 入綁